福还使为酒 非以为祸也 而御诵亦凡 则酒之留生祸也 是故先王因味酒礼 一献之礼 宾主百拜 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 此先王之所以被酒祸也 故酒嗣者所以何欢也 悦者所以向得也 礼者所以坠淫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 必有礼以哀之 有大福 必有礼以悦之 哀乐之分皆以礼中 悦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 其遗风易俗 故先王筑其娇焉